當然現在也有錄焦球影片的功能 老師你看一下 在這個點點點 按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展示並錄製 就在這個地方 目前它是Beta 所以我告訴你現在是測試版 按下去之後 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目前這個功能 它只能用在Carone上面 就有點類似你用GoogleMe的分享頁面的概念 它就是利用這個方法去錄 所以呢 如果你用其他瀏覽器 像我剛剛有看到有個老師用FiveBuds就不行 就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按下去 這個時候我們打開 有沒有感覺有點熟悉的感覺 最近這個畫面常看嘛 允許相機 然後我還允許它麥克風 這樣就可以錄你的聲音 先確認一下 來相機 他沒有得到我的相機 因為被這兩台用走了 我這個先離開一下 可以編輯重新進來一次 按下去 有 這樣有選到 那我就可以挑我的相機 它會先抓 好 確認麥克風OK的 按下去就開始固執了 你看喔 按下去 倒數計時開始 好 各位老師好 那我們就是 利用今天的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KEMMA 雲段設計 那他錄的 他錄的 當然就是只有中間 你現在看到紅色的範圍 有沒有看到 老師就小小的出現在左下角 當然你如果不讓他 就是 抓你的網路攝影機 就是單純錄生育 這樣也OK 好 那老師呢 你就照這個 繼續 你的簡報方式 有沒有發現 跟我們剛剛那個 簡報的那個 檢視模式很像 因為 備註也在這裡 下面其他頁面 都在 你如果覺得 過K 你可以暫停 而且上面還有時間 這大家就會看得蠻清楚的 如果已經錄好了 你看 結束錄製 這個時候他就幫你傳到一段 然後呢 你的簡報裡面 也會包含 您這個影片 你看 有沒有一個網址 也就是說他順便提供了儲存的空間 那你也不用再做一個上場 那我就直接上場 或者是說你覺得我這樣不要 我要把它下載下來 他又提供你下載的功能 那我先把它做一個儲存 好 存好之後 你看 當你再一次進到這邊 按下展示並錄製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資料還在這裡 也就說他目前 目前 可以說是優點跟缺點 但目前就是存一段而已 就是錄一次 不滿意 丟掉之後再錄一次 他沒辦法 有那個 所以如果我們三段四段的話 如果是要下載之後 把四段先刪掉 然後再錄第二段 第三段 他就幫你保留最近 對對對 但是老實要留意一下 我以前 剛剛用的時候不知道 結果就錄好了 就隨便錄完 那我就把簡報分享 結果 來來你看 如果我分享給別人看 我讓他可以看到這個檢視就好 你看我把它複製 現在我拍另外一個瀏覽器 我用無痕模式打開 老實會發現 進來之後 只會看到老實的影片 本來是分享簡報內容 結果 結果 各位老師好 那我們就是 用今天的簡報 來跟大家介紹 這篇文吧 一段設計 他這個模式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有沒有看到老實 照理來講 應該可以分成 我只看簡報 跟只看影片 但是他目前是沒有分的 所以如果你有錄了影片 簡報就等於不能夠 獨立看 他是跟 你的聲音 就是影片聲音是在一起的 但是你可以從這裡跳 你看我跳到這邊 老實有沒有發現 他有很明顯的區隔 就是 這裡是第2章 這邊是第3章 下面會有那個點 讓你知道這個章節點在哪裡 那因此如果老師 我只是要跟同學做一個 所謂的分享 那個簡報 您如果有錄影 記得 最後要怎麼樣 這個錄影要把它刪掉 不然你如果像這樣留在這裡 你看我先把它刪掉 我把它刪掉 好 現在裡面是空的 那麼我重新回到剛剛這頁 這裡 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指正簡報 等於他的影片是疊在你的簡報上面 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老師如果你要利用這個功能做 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不能夠 我兩個是 拆開的 他能錄影 有錄影了 就會跟你的簡報直接結合 這個老師可以 回去的時候試看看 不過因為他有提供下載的功能 所以其實是還好 只是時候您在分享 不要特別有力 不要留一段影片在上面 結果 同學說 老師 我都只能看到後面 前面就 之前的 你可能錄了好久了就不能用 這樣就比較可惜 OK 好 OK 所以呢 老師 我們今天正等到這邊 差不多了 如果您對於 想到甚至用KEMA 收拔作業的話 有興趣 因為這個小費料是有錄影的 所以我就 這一張 再介紹 所以最後 最後一張 你看吧 因為這個其實雲彈複製還蠻好用 而且因為他又有中文 所以其實對老實來講 多了很多的一些素材 撿爆的飯 通通都可以用 你要做影片 這樣便很方便 OK 好謝謝大家 觀賞40分 謝謝